東大型也是有純店 錶定的里程500多公里 它才賣14萬人民幣 也就是日期望我們不要說電動車而已 普通的休旅車在台灣都買不到 大家好,我們捷運汽車 我們今天來到上海BRT 我們來看一下內捲的中國電動車到底有多便宜 BRT是在大陸賣得非常好的一個品牌 應該是賣第一名的 來看一下修旅車大概租路的價位 跟整個購買的狀況還有試車 浩先生,歡迎光臨機啊,你好 你好 你這邊是來看車還是搭你什麼來念我 看車、看車 有預約的時候就出發了嗎? 沒有預約 那我幫您介紹一下 好,謝謝 今天這是我的名片,您貴姓 我畢姓劉 劉先生是嗎? 是的,好 您這邊的浩先生是哪看純店的? 純店的 純店的 您可以介紹一下吧 大概預算11到13萬 左右 純店的車 純店的車的話,您這邊是中一SUV 還想做一個叫車車 您這邊今天有一個圓 這邊怎麼沒有? 像我們的話是做海洋網的 我們這個圓的話是在那個王朝網 噢,不一樣 對的,店不一樣 對,它比阿迪它是分不同類型的 它是王朝網 這是那個海洋網 景性不一樣 對的 然後跟圓對標的是我們那個海洋 現在調整車 我還是給您上車介紹一下 上車介紹也可以 我們稍微等會 好 您的預算的話大概是 您是自己開還是給家裏 自己開 然後需要來代步的 代步而已 那個嗎?那個太小了吧 如果您覺得那個小公里 會長得才20公里 所以那些的話是有相傳 然後說兩種去嘛 580公里的和那個605公里 525跟605 520跟605 這個多少錢? 這個的話是賺9800 這是我們的520的一個好阿款 欸,你說全天開那個是什麼 圓跟圓Plus 10萬三千 圓阿款 那個車型的話 就是那個也賣得很好 然後的話它相傳 我們這個的話 那個更短一點 短一點,這個多長? 這個的話 在這個軸距有2765 然後外面的話是4775 哦,4775 大了點 那您今天上車來看看 上車看 好 您這邊的續航有要求啊 因為這款的話它是有兩個嘛 一個是520的 一個是605的 還好不用鬧那麼長 那您這邊對那個座椅通風之類的呢 就是駕車的感受 就是舒服代步的 不要太貴這樣子 三個要求 不要太貴 然後座椅通風這些要按上 不用按上的話 那就是我們基礎款 那個149800到520豪華就可以了 對 就是這款車 這個就是520豪華 對這個就是520豪華 149800 149800 對的 是定價嗎 指導價 那成交有什麼優惠 成交的話是這樣 價格的話是有兩種 一種是全款 一種是貸款 然後貸款的話是現在有那個 返利 就是跟銀行合作的 原汽車提供給您一個最專業的 孤價網站 現在呢只要進入我們 AutoSATA網站當中 並且點選中古車架的 孤價服務 我們一共提供了 16個車廠 以及呢 160種車型 還有5000多筆的資料 只要輸入您車輛的完整資訊 我們就可以提供給您 最精準 而且最正確的 中古車架孤價服務囉 這個的話等一下跟您詳細說一下 然後我們先把車子大概的介紹一下 你介紹一下 這台車有什麼比較厲害的 您主要是看出哪些功能 我就是來這邊買一個代步的小休旅車 也不一定休旅 也不用太大 那預算考量 告訴我這台車有什麼比較厲害的配備 自有自動駕駛嗎 您說的是那個這邊有 但是您如果對那個自動駕駛功能 比較要求比較高的話 可以推薦那個159000吧 就貴1萬塊錢 這邊的話有些說 ACC知識電腦巡航這些都有 嗯 對 那這個14萬的沒有 對 14萬只有普通定速 對 定速巡航 要最頂級才有 不是最頂級 就加1萬塊錢就可以了 加1萬塊的等於是 對 159000吧 您這邊上主價來講一下 我再副價給您介紹 因為到時候畢竟是您來開車 好吧 什麼刀片墊子是什麼意思 刀片墊子是這樣 它是 首先它的形狀 就跟我們正常的三元里那種 零三理解墊子它們不一樣 它是一個長板狀的這種一種刀片電池 它的一個設計的話 首先它的一個空間 就跟三元里電池不一樣 這個刀片電池也是經過了一個 針刺實驗的 針刺實驗的 它就有明火 像三元里電池的話 它針刺實驗扎進去 它會有明顯的那一火燒起來 安全性的話 可能就是沒有刀片電池那麼高 所以刀片電池是外面有防護是嗎 它不是有防護 它是那個結構設計方面 會比三元里電池會更好一點 但是三元里電池的話 它也是有好處的 它的能量密度會更大一點 所以刀片的密度比較小 是這樣嗎 相對來說的話 但是各方都有優劣 因為新能源這個東西 現在就是要做的一個安全 你剛剛說的小台的海豚是多少錢 海豚的話它是這樣 它是有四個配置 是從99008起的 它是有420公里續航和520公里續航 兩種續航 對基礎款的話是998的 我們的活力款 是1068的 我們自由款 1138的 我們的時尚款和1298的70款 這個14萬 那這個應該比較划算吧 您可以看一下對比空間嗎 對 那個小小的嗎 那個很小嗎 那個是這樣 您看外觀它是有點小 它是車上只有4米12 但是它裡面軸距是2米7 我們這輛車的軸距是2765 所以您可以看到那輛車 它其實把很大的空間都給到了它的內部 但是沒有改款 那老款的對不對 那是新款的 可是我怎麼記得以前就長那樣子 長相是 它是這樣 我們是加量不加價 配備不一樣 配置不一樣 但是長相一模一樣 那這個樣子的出了多久 這個叫什麼圓 這個是Song Plus EV Song Plus EV 對對對 也是我們記得新出的 它的大小定位為什麼 Song再上去是什麼 對面那塊黑色的那個 那個是我們的一個海獅 就是我們對面那一款 正對面嗎 不是 那個黑色的 黑色那個 對黑色的 我們正對面這個呢 也是我們新出的 是9月23號剛出的這款 是那個叫我們海獅05DMI 是一款混動的車 DMI就是混動嗎 對 DMI是混動 因為我們現在是最高的 有第五代混動技術 混動可以跑很多 對的 你像這款車的話 1500左右是標準續航 1500左右 人間的話它是分兩種 它是有75的和115的 75是公里數 純電的一個公里數 因為您這邊主要是想看純電的車 純電我只是好奇而已 那那個賣多少錢 現在是11萬2800到14萬2800 但是這個如果要在上海市區開 就要花9萬多塊買牌對不對 對的 或者說的話您可以上外牌 外牌是這樣 早7萬8不能上高價 就很多高價不能上 內環裡面不能進 內環是全時間不能進嗎 也是早7萬8 這是上海的一個政策 那樣子的車上海不就不好賣 也還行 但是我要多花9萬多塊對不對 我坐下後面的空間 可以的 它這裡就是一個純屏的 純屏的話它坐起來就非常舒服 然後後面 這個座椅也是可以調的 它有兩個檔位 右邊的大一下 對 然後看一下後備箱 可以的 後備箱的話 基本上您因為是代步用 那基本上空間是夠裝的 這個的話是遮央連 這個也是可以的 有行路嗎 我們進去看一下行路好了 10980 109800 然後走入碗9980 你有這個報價單嗎 可以 柳先生您今天有時間嗎 怎麼了 可以想像一下這個試乘試駕 有沒有很短的路 我們這裡是5公里 要5公里喔 對 就是我們先帶您試乘一遍 然後您再試駕一遍 我們兩條路線 一個是舒適 那個比較感受那個舒適度 另外一個是車的一個性能 那可不可以離開就好 然後一半的公里數 我體驗一下乘坐感就好 好可以等一下 我跟那個師傅說一下 好 好 那這邊我幫您錄一個那個 試乘試駕的這麼一個佛館 好 那剛剛說什麼 4 14萬9 對 4.5 6 7萬 你覺得要試車嗎 可以試啊 畫面會比較有趣一點 因為只有後座往前拍 跟坐在這裡 沒有幾張 老闆你等一下試完之後下車 你cue我拍幾張照 開來的 這個是身份證 這應該是你們這邊的證 那您這邊的證什麼時候下來 我還沒辦耶 半天要辦多久 你要跟交管學 我等一下幫您看一下 好 我幫您看一下 您在台灣那邊是有駕照嗎 當然有 證試應該一天啦 這個應該快的 對 我看網路上不用錄試 只要考試而已 對 他這個證12123上面 預約一下 沒關係 那簡單 留下您的電話 我的 我哥不太愛接電話 我哥不太愛接電話 你等一下試車回給任何事 有自動價值 你可以 我還能換你 開給我看自動價值好不好用 看見就知道 這跟特製阿會差很多 它是不同的智能駕駛模式 特製阿反正也是賣得很好的一輛車嘛 我知道 我在台灣開特製阿 但是我在這邊不可能買那麼貴的 就是買個便宜的就好 那您稍等一下 好 我先問一個問題喔 您說 你們這個電池是保固六年十五萬而已 嗯 因為它是中生寶 它是這樣 我們三電是六年十五萬 我們看的這個是整車是六年十五萬 三電系統是中生寶 喔 中生寶 電池 電機和電控 中生寶 對 整車六年十五萬公里 那就可以了 對的 那進電池 嗯 一個 好 顏色的話你看一下 上面有四塊顏色 白的有沒有 你要是現車是吧 多久可以嗎 我幫你看一下 好 夏天都一樣吧 不過因為顏色不一樣 就是如果您現在的話是有現車的 好 還是兩個要比較 理解 回去要跟我咕咕 內飾都是一樣的 超黑色的 對 內飾都是我們剛剛看的 黑色的 對 薩斯米和玄天色 沒有黑的 內飾嗎 沒有 內飾都是一個顏色 您這邊是選擇全款還是選擇貸款 全款 全款是吧 那首先一點 我們這邊貸購確實不收的 這個您知道 上賣費的話 我這邊也不收您了 幫您去掉 這個多收一千 對 對 就幫您去掉了 交牆險 三者險的話 一般是兩百三百 兩百萬或者三百萬的 三百萬 三百萬 這個到時候是跟保險公司來的 您自己是要選擇多少 我幫你公司來選 這些車輛損人險 私人險 這些其他的險種加在一起 我大概給您公司的是六千塊錢左右 這個的話 保險公司我們是有三家合作的 一個是人保 太保和平安 具體保險的話 您到時候跟保險公司看就行 這些置換什麼都是沒有的 全換它是149800加6千 沒有優惠 一開箱都沒有優惠 因為是這樣 我們的比亞迪 他跟您這邊明顯還是有所區別的 我們主要基本上都是自己研發的一些東西 我理解都沒有折價 全換基本上是沒有優惠 沒有任何折價 好 沒關係 主要說性價比還高 您在15萬左右的一個車型 現在基本上您也在總車地裡有關注過嗎 有 基本上這款Soyev的話賣的是銷量是很好的 這樣 上個月好像是Model Y還是SUVD 後面都是 我知道你這個賣的好 我知道 但我們也有價格的考量 理解了 如果說代款只有六分 這個我就跟您說一下 這個價格19800-6000 這個是保險 這麼硬 對 好 那我們去試車 好的 你短短試一下加索體驗一下 加速度 對 因為我們這邊設有兩條 一個是運動加速度 另外一個是舒適度 多久要回來保養一次 它是這樣 手保是三個月五千 後面一年兩萬 一年兩萬 對 一年兩萬 除了手保以外一年兩萬 對 這邊你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時速比較低 它就自己打開了 單有零的一個全新 全景影像 好 就是這個功能 然後下面可以這樣去調的 好 蠻精細的 對的 對的 這個功能其實非常好 一上開車也能夠用得到 這條路的話 就是我們一個運動路線 前面有一個長的一個 大速度段 就整個精密空間 你做的非常棒 跟加速 好 你這邊抓很復活 你這個已經踩到底了嗎 沒有 因為前面有車我就沒有踩 因為我現在是加到80 最高速是加到80 好 像0百的那一款的話 0百是7.7 7.7 0百 7秒多 嗯 它整個車身也是比較穩定 你後面會暈嗎 不會 後面蠻好做的 蠻好做的 因為它後面是有兩檔 剛剛有跟田田說 它是有兩檔 可以調節的一個座椅 哦 一倍了兩個 應該是坐墊的那種柔軟度吧 哦 因為我們才會一體式的一個座椅 那你自動價值到頂級 你說頂級是多少師 多少師 7萬5千8 如果說你是自己帶步 這裡是一個連續啊 你那邊感覺怎麼樣 還不錯還不錯 我剛剛是大概在50多嗎 因為前面有車我沒有猜到 這個速度 基本上沒什麼問題 尤其是在上海市區 因為你也不可能開到 特別高的一個速度 冰箱有幾隻 喇叭有幾隻 你要看那個你買 它是有不同的配合 手機 這款車的話 因為它是一個頂配 它是有座椅通風 可以放上去可以直接充 隔線充跟座椅通風 對 比如說你好小迪 Hello 打開前排的座椅通風 前排座椅通風已開啟 你好 你說叫它什麼 你好小就是比亞迪的迪 比亞迪的迪 那這邊的特斯拉電池 也是終身值保嗎 不確定 我好奇而已 我們要在這邊買 我的意思是 如果是特斯拉電池問題的話 就是 比較多 可以看一下特斯拉官網的介紹 好官網 但像電池這種問題的話 應該是中身 這邊轉過去 很敢抽一些 所以你們這邊的電動車 大部分都中身的 這個是要看他們公司的一個 討論 討論 討論的話 在呢 播放音樂 好的 美好的歌聲 總是動人心弦 好的 一起來聽歌吧 你們有指定的歌 我就隨便讓它放 對 稍微感受一下 它這個品牌的話 音響品牌的話 它全系都是一樣的 因為在城市裡面 自適應巡航 我就沒有給你展示 這個功能可能在高速 或者高下上 用的比較多 或者停車的時候 因為我們這個點 都比較少 那它自適應巡航 是可以居裝嗎 還是只有跟著而已 有車道 有車道那個 聚眾的 這個功能 你應該要特別感受過 當然 但是它是準的 所以我想要知道差多少 都應該是 算了啦 這個買入門的 你覺得呢 14萬多 跟另外一個10萬 我覺得 如果只是要帶步驟的話 不見得要買到跟車 但是 這台車的安靜程度蠻高的 高 昨天是那台 後面是吵的就對了 你說理想嗎 不是 MG MG我覺得比較涼光 涼光 單寶感 很重 這個資料鏈你也可以打 比如說 楊小碟 打開資料鏈 收到 天氣這麼好 你把這個資料鏈打開 後排看上去的感覺不一樣 這個功能你也可以用得到 當然啦 這些你都可以用的 所以你們這裡面 這個是賣的好 有千幾名 不錯的 然後 海報06 但那款是混動車型 我們要上大台了 那我們基本上駕駛就到這裡 你們坐一會吧 沒關係 我們要走了 我在跟小豬聯絡 再打給他 他去停車是不是 你跟他講一聲 我回去考慮一下 你講 報價幫您算過了嗎 大概都預算 報過了 報過了 都寫了 好啦 我們這整個看車上車的流程 我們就看完了 有一個感受啦 剛剛那台4米7 它的大小其實也算是中大型的SQV 中大型的SQV有純電 表定的領餐500多公里 它才賣14萬人民幣 也就是說六幾萬幣 不要說電動車 農的休旅車 在台灣都買不到 甚至六幾萬幣 Yaris Cross還要便宜 所以很恐怖 就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什麼 第二點就是 因為英國它的電動車很競爭 要進展 在互相競爭之下 它就必須端出更好的條件 跟牛肉給消費者 它才賣兩道車 所以我們上一集看 MG4是三店終身之寶 比亞迪也是三店終身之寶 我以為是MG 在中國當地算是一個冷門車 我以為是冷門車為了生存 才這麼做 比亞迪算是在中國當地 是銷量更大的 那它如果銷量這麼大 都可以做到這樣的狀態的話 那就是一個很濃的條件 那也就回過頭 你說電動車到底該不會可以賣 其實電動車擔心的是什麼 我怕電子壞掉要花很多去回修 特斯拉一個電池60萬 那有可能 因為這邊中國大陸 大量的普及三月離鐵的硬池 它的電池大量製造成分很低 它才有辦法提供裝的毛給你 那既然我沒有這一個 要修60萬50萬的疑慮 我自然兩面下 我就不用去擔心這個維修成本 再來就是 我的二手車架 比較不會被扣到錢 目前台灣其實已經慢慢開始 只是你們還沒有感覺到而已 電動車的市場 跳水 以前都是它很保值 因為市場稀有 大家想嘗鮮 現在是 即將要越來越接近它8年16萬的保固電池里程 才能夠 噹噹噹噹噹噹噹 掉下去 包含我們這種科技的長線是怎樣的 好嗎 以前啊 什麼凱燕油電啊 賓士S400油電啊 電池 歐系車的油電池車 電池 一顆都是50萬80萬 因為修要50萬80萬 而且電池一定有說明的 固定10年15萬 差不多就壞了 那個車子 即便S400H 新車架比S400的標準版多50萬 但二手車架要比它差100萬喔 大家市場是沒有辦法接收那種 所以你科技的長線者 你就可能要面對這一個 不穩定的科技 或是還不成熟的科技 你後面的二手車架的價格 會很糟糕 那它現在提供不限旅程的重生保護 就可以去規避這個問題 我們這次直接來上海當地來看 原來他們普及率已經一半一半喔 燃油車50% 電動車50% 甚至其實這個政府大力的不住嘛 我燃油車要花9萬塊買牌照 電動車不用買牌照 那9萬塊等於是這個車價等 幾乎省到一倍的價錢 所以整個完整還原紀錄 這裡中國大陸的狀況 好希望明天按讚訂閱分享 拜拜 我們捷運汽車全省都有提供服務 總共有6間分店 北投店 冰江店 桃園店 新竹店 台中店 高雄店 總共有400台庫存 只要你線上刷卡預約 我們不但可以調動各個縣市的車員 現在更可以開到你家讓你賞車 如果你有需求的話 歡迎撥打我們每一間分店的電話